Hello 大家好 我是Headlines雜誌的Manford王啟聰 今次再來到威威店 就講一張中文的唱片 是一張現場錄音的唱片 我想講到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 我都會繼續講紅館40 這次講的這張唱片 就是許冠傑的 許冠傑香港情懷90演唱會 這張唱片其實 剛剛是他推出90年一張大碟 香港情懷的時候 而配合的一個現場演出 當然就是在紅館 當時也做了好幾場 反應都相當不錯 其實我可以發覺 這一類的現場錄音的唱片 已經推出到 唱片公司已經推出了第六輯 每一輯有10隻 即是已經前後去了60隻推出了 將以前的錄音 逐款逐款擺出來 可以發覺越舊的就越好賣 越新的反應反而是冷淡 也都講明了 樂迷他們希望用一些舊的 現場演唱會的感覺 去追回那個看演唱會的味道 因為事實上 演唱會真真正正是一個 可以令人感覺到歌手在台上 去表現那種的真誠 以及他的功力 雖然大家都會說 演唱會過後之後 錄音會經過一些修飾 但其實都不會 會蓋得到他們的錯處或是甚麼 所以聽到現場演唱會 就是有一個懷舊的情懷 尤其是越舊的時候 大家都會想聽他們最傳聖時期的作品 最傳聖時期的演出 所以現場錄音就是一個珍貴的地方 講到許冠傑這一張唱片 其實90年他推出的《香港情懷》 裏面有好幾首歌都講得很有意思 因為當時香港就開始講到 大家快要到97年 大家都會提到移民的問題 究竟要不應該走呢 要不應該去香港還是去別的地方呢 所以大家都在爭論著 結果他裏面就有很多歌 都會講到這個情懷 而且他有一個觀點就是 要大家留在香港 講到香港是很好 譬如裏面有些歌詞寫到 澳洲四處夜草 鬼佬粗魯 周生亂摸 即是說代表香港是比當地更加好 以及比很多地方更有人情味 而另外演唱會裏面也唱了一些舊歌 其實有一首我自己很喜歡的 就是《應該以至愛》 《應該以至愛》就是由 Sam 虛自己作曲《黎比德》寫詞 而且他用了一個很特別的感覺 就是講出一些人生的一個 譬如說做好事就會有好報的感覺 裏面有一句歌詞就是 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人入了棺材 福音尚存在 受惠的一代才名了大概 就是講到明 今世做好事 下一世就有好的回報 其實整個演唱會很有意思 而且當時我去演唱會的時候 也都現場派發了這兩個電筒 這兩個電筒其實可以說是有 我猜它有一個意思就是 希望可以用這個電筒 照亮你未來的生命 也都用這個電筒 照著這條路走過1997